大家好,我是拳击字典 今天接着聊聊麦克泰森的故事 1983年的时候,泰森参加奥运选拔赛 由于当时的美国官员与库斯达玛托有矛盾 为了报复库斯,这些人告诉他 泰森必须参加201磅以下重量级的比赛 和只有拳击不同 在201磅以上是超重量级 那时候泰森的体重大约是215磅 所以他得快速减重 到了1984年6月10号 泰森终于得到了竞争奥运会参赛资格的机会 他的预选赛对手是亨利·蒂尔曼 他年龄更大,也更有经验 第二曼面对凶猛的泰森 采取了游走反击的战术 在第一回合,泰森几乎把他击出拳台 第二曼站了起来 在接下来的两个回合里,泰森一直压制着他 但因为规则不同 在业余拳击中,裁判不会给主动进攻加分 泰森击倒对手那一次得到了分数 和一记不痛不痒的次拳一样 第二曼知道点数就是代表分数 所以在不被泰森KO的情况下 尽量的争取更多的点数 当裁判宣布决定的时候 泰森不敢相信他们居然判第二曼获胜 观众倒是站到了泰森这边 开始狂虚采判 一个月后的奥运拳击淘汰赛里 泰森再次遇到了第二曼 泰森照样是凶猛出击 追打压制了他三个回合 这一次第二曼的反击比第一场比赛还要少 老梅欧深算的第二曼 时不时的打出几记刺拳 保持距离之外 除了游走就是躲避 当比赛结束的时候 泰森相信自己已经赢得了比赛 所以当裁判再次举起第二曼的手臂时 观众再一次虚声四次 不得不说 业余和职业的判法标准完全不同 按职业打分 泰森就是胜利者 而按照业余拳击的标准 第二曼比泰森更熟悉业余比赛的风格和规则 广然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所 第二曼获获得了冠军 泰森和另一个叫做伊斯雷尔的拳手 作为替补队员和奥运代表团一起出席了奥运会 只不过他们一直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